台南的老字號米糕呢 大多都會加入香菜來增加香氣 那麼其中一間傳承四代米糕店 在昨天中午遇上一名五十多歲富人 他不吃香菜 但是沒有提前購置店家 等到米糕端上桌 才向葉子來抱怨說 台南的米糕怎麼都有香菜 邊說邊拿起筷子 把香菜一片一片夾起來 往桌上丟 撒得整個桌面都是 店家把香噴噴的米糕端上桌 小姐卻沒有馬上開吃 反而是拿起筷子 把香菜一片一片挑出來 丟在桌上 遇到有香菜黏在筷子上 他還很不情願地甩了甩 沒多久整個桌上撒買了香菜 熱騰騰的米糕撒進花生 再夾進一把香菜 淋上肉燥 台南這間傳承四代的百年米糕店 香菜是基本配料 但以往客人不吃香菜 頂多請店家換一碗新的 或是夾在麵紙上還是盤子上 像這樣丟得整個桌子都是的客人 店家還是第一次見到 台南很多東西都要有香菜才是最好吃的 對 像肉燥飯也是要有香菜 我個人喜歡吃香菜 所以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加 如果不夠肯 我會請他們再幫我多加一些 吃米糕你會加香菜嗎 會 會嗎 因為香氣比較柔 業者說如果不愛吃香菜 可以提前告知店家不要加 像這樣把香菜撒在桌上 會造成業者清理上的困擾 另一間老字號米糕店 同樣有加香菜 作為提味之用增加香氣 店家將照片PO網 網友也紛紛回應 請這位奧客不要來台南了 台南有太多小吃都加香菜 不吃可以提前講 有需要這樣糟蹋人嗎 把香菜亂丟浪費食物 也遭到網友群起攻擊 記者楊無華台南報導